注意看,土地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随着泥土被冲刷掉 我的天呀,居然是一张人脸 欲停后,不快火速赶到了现场 只见女人拿出鞋刷,对着小脸细心的刷了起来 不到一个礼拜,一个精致的五官就全露了出来 不快通过衣服,一眼就认出了尸体 是昨天刚被保释出来的二翠 他们继续用鞋刷清理尸体上的泥土 终于,整个尸体被清理了出来 尸体除了不会动,目前状态都挺良好 画面一转,尸体被打包带回了医院 细心的法医发现,二翠的右脸有大片的擦伤 而小腿又有一道六米长的口子 伤口上还发现了不明物质 另一个法医拿起遮羞布,树上面有撕裂的痕迹 判定很有可能拔过萝卜 这是,法医又从二翠的眼皮里发现了一些泥土 这说明二翠是被活埋的 但奇怪的是,在二翠身上居然没找到任何的反抗痕迹 人被活埋的时候没有挣扎 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他们喊来二翠的母亲小美 可小美却被人群困在了车里 原来,二翠可不是傻好人 因为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入狱 而她的母亲始终认为,女儿是清白的 所以把二翠给假释了出来 这才遭到了公愤 捕快见状,只好拿着护照一漏吆喝 用自己温暖的怀抱,安全地救出了小美 小美向捕快说道 自己虽然假释出了女儿 但是还没见过女儿一面 所以对此案件一点也不了解 就让捕快们一瞅目展示 一个皮肤撒白的法医,带来了一个新的线索 一个女人被活埋在了地里 捕快们用牙刷给她挖了出来 经过检查发现 女人生前玩过拔萝卜 通过DN鉴定 他们得知是女人的男友小帅 于是,捕快们火速找到了小帅 此时的小帅正在做节目录制 捕快不管三七二七 直接冲进了镜头 强行地给她带回了局里 面对捕快的质疑 小帅直接承认了拔萝卜的事情 捕快拿出几张照片问小帅 二翠脸上的伤口怎么回事 小帅说 这是二翠请求的 因为二翠喜欢暴力拔萝卜 二翠伤口里的物质 是拥有渔船窗户密封的树脂 随后 捕快来到了码头调查 这时 他们碰巧看到了一个女人 正在打理玻璃碎片 原来 女人也是个捕快 她和二翠的妈妈一样 认为二翠是被冤枉的 所以才给她提供了避难所 可捕快们调查房间时 在床头发现了大量的头皮屑 更奇怪的是 这些头皮屑居然不是二翠的 反应通过头皮屑 发现了治疗痔疮的药物 这一下 二翠母亲立马想到了什么 原来 现场有位女记者的脖子上 就有着大量的痔疮 她怀疑这和女记者有关 面对捕快的审问 女记者说出了实情 给二翠安排住处 正是她的主意 这些只是为了收拾率而已 毕竟女记者还放出录像 证明二翠跳窗逃走 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这一下 案件顿时又陷入了僵局 一场大雨居然下出了个尸体来 反应把尸体带回了屋子 进行了解剖 她们发现卖馆附近有血种的痕迹 这说明 死者生前遭受过猛烈的冲击 于是 她们翻看了现场的照片 果然发现了刹车痕迹 可其中有一条 和其他的三条不一样 这说明车笼中有一个是被胎 听到这句话后 不快冒似想到了什么 只见她飞快来到小美家里 检查起了小美的车子 果然发现了一个被胎 面对捕快的质疑 小美居然没有狡辩 而是要求再看女儿一眼 在二翠的尸体前 小美交代出了一切 原来 二翠从一船 醉醺醺醺的逃出来后 给小美打了电话 小美这才开车去码头 击了二翠 可就在路上 二翠说起了梦话 说谁都不可以抢自己的男友 不然就会杀了对方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听到这句话后 小美被吓得一脚急刹车 结果女儿直接揍了出去 接着 二翠晃晃悠悠的下了车 开始在工地里到处跑了起来 结果不幸撞到了挖掘机 倒在了土坑里 因为知道孙子是女儿杀的 所以看到一动不动的二翠 她没有选择进行抢救 而是直接用土给她埋了起来 可小美怎么也没想到 女儿的死因并不是因为撞击 而是因为自己的活满 果然有句话说得好 有什么家长 就会有什么孩子 七七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